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亚米西斯,伟大的母亲 安利科,在你弟弟的老师来访的时候,你对你的母亲是多么不礼貌啊 这种错误千万不要再犯了 你说的那些不礼貌的话,使我非常痛心 我想起了你母亲为你做的一切 记得几年前你生重病的时候 你母亲天天守在你的身边,生怕失去你 那个时候他是多么悲痛啊,简直都快要发疯了 可你却总是让他伤心 他愿意用一年的辛苦换取你片刻的快乐 他为了你可以去乞讨,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 他就是这样一位好母亲 你要永远记住啊,安利科 你想想,人生中最大的痛苦冒过于失去母亲了 当你长大历尽艰辛的时候 你仍然会渴望呼唤自己的母亲 哪怕是一瞬间也好 你会渴望回到母亲的怀抱 哪怕只有一次也好 多年以后,当你回想起自己曾经给母亲带来的痛苦 也会后悔万分的 可是,不幸的孩子啊,这些还有什么用呢? 如果你现在经常让你的母亲伤心 将来你一定会后悔的 好好珍惜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吧,安利科 安利科,你要当心啊 母子之情是人间所有的感情中最神圣的 见他这种感情的人是不幸的 哪怕是个杀人犯 只要他心里还有母亲 那他就是个有良知的人 不管他名声多么显赫 如果他不再爱自己的母亲 那他就是一个灵魂低下的人 千万不要对你的母亲在说无理的话 万一你不慎说了这种话 就要乖乖地站在你母亲的面前 来求他宽恕你,原谅你 我爱你,安利科 你是我最殷切的希望 可是,与其让我看到你这样没有礼貌地对待自己的母亲 还不如看到你死去呢 从我这里离开一会儿吧 也不要来亲吻我 我现在还没有心情来亲吻你 你的父亲